濃濃白色的煙霧飄在棒球場上空 遲遲無法消散 這就是520職棒位拳龍對戰統一師 受到濃煙中段比賽畫面終於曝光 白色的煙霧真的太大了 還不斷從外面飄進來比賽被迫暫停 球員們無奈站在場上先不斷投球 維持好手感 座位需大批球迷拿出手機來滑打發時間 這就在花蓮體育館為拳龍對戰統一師 原本前幾局都很正常 可是到第七局開始狀況連連 先是場上光亮強吸引白蚁大軍擾亂 接著附近公廟突然釋放煙火 大量把煙飄出來比賽暫停十幾分鐘後才復賽 還有球迷員從台南到花蓮看比賽 卻遇到職棒特殊案例 成功解鎖人生初體驗 剛好上個禮拜台南球場有統一師隊友辦公廟祭 所以我覺得這個才是真正的宮廟祭 這支年中皇職棒會選在花蓮舉行例行賽事 五月的賽程一共有七場比賽 包含二號 三號 四號 五號 十九號 二十號 二十一號 接下來也要防止八月份的賽事 又出濃煙干擾 那我們也會進一步 跟我們不計的宮廟進行溝通 讓他們指導我們的一個職棒的一個賽程 希望透過溝通的方式可以讓賽事順利進行 不受到外界因素影響又出狀況 導致賽程延後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